好 这是个电动车大行其道的连续假期 因此中国大陆国庆周休八天廉假 11月6号划下据点收假的时候 电动车要返乡充电的时间 究竟时间成本有多高 变成一个新的验收点 运输进入了返程的高峰 那么考验各地充电桩设备的建制 在济南高速公路服务区 调来六部行动充电舱 一个充电舱一天可以冲出216辆车 那么另外假期之间 中国大陆的机票价格在后期的时候大幅下跌 选择错峰珠出行的人 现在可能还在出发 今天全天铁路上海站预计到达的旅客量 将达到61万人次 其中我所在的上海红桥火车站 预计到达旅客量将达到37.2万人次 车站源潮一波接着一波 大陆国庆中秋连假就要结束 交通运输迎来返程客流 旅客带着满满假期回忆 准备收假 和过完新年的春运行李箱 装的家乡土产不同 廉价结束大家的行李箱放的是旅行纪念品 除了铁路运量进入高峰 高速公路车流明显增加 截止昨晚24点 本市交通累计运送乘客超5100万人次 较去年同期增长26% 那么节日期间高速公路日均流量超160万辆次 创历年国庆节新高 自家车辆增多 其中不少人是驾驶新能源车 以往这种廉价长途出行 最担心的充电问题 今年多了不少解决方式 各地方增设充电桩 除此之外在山东省最大的高速公路服务区 济南服务区还调来六部应急行动充电舱 相当于是给新能源车主及时提供移动充电宝服务 最快30分钟充满一台车 有如新能源车的行动电源 每部充电舱一天可供216辆新能源车充电 另外在湖北汉口火车站附近 还有智慧充电机器人 车主通过平台下单 机器人会开到指定地点替新能源车充电 今天过来充电的人好多 这个充电机器人就跑过来给我的车充电了 真的是太方便了 假期出行热正好验收大陆新能源车充电设备 是否建设完善 而在民航方面 今年在假期间就出现机票价格腰斩情况 这也让抢便宜选择错峰出行的人增加 为什么今天才来海南啊 今天的票钱也比 29号可能要一千多吧 我今天来只要四五百 别人的假期结束了 自己才要开始玩 利用时间差 不仅能降低出游成本 也躲过了人几人 我是从关西赫州过来的 然后选择这个时间点 是因为船要错峰旅游 人也比较少 然后风景也比较好 大陆文旅部公布数据 廉价最后一天尚未计算在内 从9月29号到10月5号 七天下来 境内旅游人数达7.54亿人 年增78.9% 实现旅游收入约人民币 6680.9亿元 比先前预估的人民币7800亿 还有差距 而在香港则出现了旺丁 不旺财的现象 去了太平山 然后坐了天心小轮 然后在叫什么 两岸都在那玩了一些吧 就比较基础的游客行程 没有特别购物 所以省了很多 我觉得最好玩的是那个水上乐园 因为那个地方很好玩 香港从中秋算起到10月5号 有超过100万人次的路客房港 但当地的零售协会表示 反映整体旅客的生意额 只有一两成提升 人气不代表买气 在经济复苏疲软下 还有路客旅游消费形势改变 都让原本期待的假期生机 难有惊人表现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